我加热了这个肉月饼 好香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陈 今天我们来吃 那个卢西河的一些糕点 还有西村叔叔的面包 这个是我在那个卢西河 无意间发现的这个马鼠泡芙 我觉得老好吃了 真的 一口爆浆 这个是 海盐芝士马鼠泡浆 本来没想买的 但是它有一个免费试吃 然后吃完之后来一盒 奶油是咸咸甜甜的 带着一点点海盐的味道 一口一个小泡浆 嘴爽 它这个奶油也不腻 马手皮也特别的Q弹 里边这个圆鼓鼓的馅 这个奶油里边肯定有芝士 我回来的路上就已经吃了几个了 哇哦 嗯 嗯 炫到我的嘴里 你先吃咸月饼吗 这又特小 这个卢西河的那个咸月饼 炸菜肉的 你炸菜味好重啊 再来一个这个 这个特别像在吃小笼包 让我有一种想蘸醋的感觉 先尝原味的吧 冰面包 这个是西村叔叔的店 它这个冰面包可沉了 被那个巧克力给污染了呢 咋还 哇 它这个奶油馅好足啊 它想吃奶油馒头 先尝这个 怕没肚子了 这真特别像个大馒头 像不像大馒头 巧克力馅馒头 豆沙包的及时感 这个巧克力馅儿倒没有很甜 它里边还有那个巧克力的 就是固状的巧克力块 叠加一下 还有一个月饼 不知道这是啥虾 爆浆了 咸蛋黄真是流沙那种 咸蛋黄那味还挺重的 那流沙那味 这个面包我应该给它加热一下 我觉得 是泡这个面还是泡这个面呢 这个面包是一个鸭肉松 这个面包加热的感觉 哇 流口水嘛 哎呀妈 面包真好吃 这个是我在小阴上团的卷 9块9块9 超值 原价好像20多呢 还是20块钱左右吧 反正感觉它们家面包体 真的特别软 又软又润 一边裹的就是那一层肉松 它这个外皮有点炎烧乳酪的那个意思 那个皮 还有点奶香味这面包 这个是黑糖马蜀的 这个是黑糖马蜀的 这个黑糖的味道就是 闻着比吃着香 不甜 感觉这个马蜀就是用黑糖和马蜀一起熬制的吧 感觉还有一点点那个糖就是给熬糊了那个状态 有点点那个味儿 它们家那一款 叶香双薯面包也特别好吃 还是上回吃的 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 那个面包也不错 白点 小榨菜 为什么这个泡面配榨菜这么香啊 它们俩就是天生就是一家人吧 尝尝这个吧 尝尝这个吧 都买了 叫啥来的 这个 奶烤 奶酥 奶酥 对饭 奶酥 noc nice nice 这也不错 老奶油蛋糕的感觉 嗯 你看 它里边又是故状的那个奶油 奶粉的味道很重 这就是头的脚劲 这个也推进来 嗯 不滋不滋的 那个外边的奶粉是甜甜的 里边那个奶油故状奶油是咸的 这个也不错 第一推荐小泡芙 第二推荐那个奶丝 好了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小晨点赞评论收藏员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